这是一块出土于中国新疆和田地区的 汉代纺织品 由于上面有 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八个汉字 而文明于世 不仅如此 这一块出土于中国新疆和田地区的汉代纺织品 这块纺织品的质地正是中国四大名景之一的蜀景 产自中国四川地区 据考证 在汉朝的时候 类似这样的蜀景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货物之一 那么如此华丽的蜀景 是用什么样的工具制造出来的呢 在四川省成都博物馆中 有这样一台机器 长4.7米 高2.8米 从大小来看 它足足可以塞满一间会议室 这就是汉代用来制造蜀锦的机器 它的名字叫做连杆形一钩多宗提花木制机 虽然是一台复制品 我们还是能够看到 这台织机结构复杂而精巧 充分反映出汉代中国四川地区发达的织锦技术水平 从结构上看 这台机器与目前蜀景制造业中仍在使用的大名鼎鼎的丁桥之机 有很多相似之处 专家们认为 这台汉代之机称得上是丁桥之机的祖先 可是西汉距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时间了 人们是如何得知西汉时期蜀锦之机的具体模样的 而且还能准确地将它复制出来呢 这还要归功于2012年 在四川省成都市北郊的一次重大考古发现 2012年种下的一天 大批考古人员带着文物保护设备 来到成都市北郊一个俗称老观山的地方 在修建地铁的工程中 人们意外地在老观山发现了四座西汉时期的古墓 由于古墓浸泡在地下水中 考古学家们意识到 各类文物在出土后一旦不能得到及时的保护 会造成如变色收缩等无法挽回的损失 因此考古队在现场准备了各种文物保护设备 希望能够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当编号为M2的果式底箱被慢慢打开时 四台小小的织机模型映入人们的眼帘 其中的一部织机高约50厘米 长约70厘米 宽只有20厘米左右 而另外的三部织机尺寸则更小一些 虽然已有心理准备 面对着这四台小巧如玩具般的宝贝 文物保护专家们还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们虽然看见它是一个完整的 好像是特别结实的一个东西 但实际上大家知道 这个经过在地下2000多年的浸泡 那么它这个木头也好竹子也好 它里面的那个机理是完全被破坏了 里面完全是空的 你要手轻轻一碰的话 它会像面条一样的 它是软的 所以提取工作是给我们带来了 非常多的麻烦 我们想了非常多的办法 那么才把这个完整的提取出来 然后再拿入这个试验室里面 做进一步的修复整理的 随之而来的是 长达两年多的修复工作 当织机终于完成修复 展现在大家面前时 纺织专家和考古学家们 饶有兴致地 对这几件来自2000年前的文物 展开了分析 很明显 这么小的织机 只可能是模型 不会真的用来纺织 而是墓主人的随葬品 那么墓主人是谁 又是什么身份呢 这方小小的预制印章是与织机同时出土的 上面刻有万迪奴三个字 应该是墓主人的名称 而墓中的遗骸显示 墓主为女性50岁左右 专家推测 他很可能是一位纺织能手 或者是从事纺织行业的工厂主 这几台织机模型 就是为了纪念它的成就 而被放入墓葬中的 根据这几台微缩版的织机模型 专家们顺利地复制出了一台 实际大小的汉代织机 可是 它们又是如何从模型的尺寸 换算出织机实际尺寸的呢 答案就在这些小小的彩绘木涌身上 刚刚出土时 在织机模型周围 它有15个小小的彩绘木涌 从它们的姿态上可以判断出 这些小木人应该都是职工 仔细观察还能发现 在每个木涌的胸前 都有不同的名文 写着各自的职务 好像上岗工作证一样 用来区分各自的工作职责 这些小小的木涌围坐在织机模型的周围 构成了一幅汉代孰锦纺织工厂中 壮观的工作场景 于是专家们根据彩绘木涌和织机模型之间的比例关系 巧妙地换算出了汉代织机的实际尺寸 站在这座大型织机面前 人们不禁要问 用这样的织机纺织出来的孰锦 对于成都乃至整个四川地区 究竟有多重要呢 这首快知人口的汉代古诗 描写了女性在织机旁辛勤劳作的场面 汉朝时期的中国丝绸制品已经享誉世界 四川地区出产的蜀锦 更是成为东西方贸易中的畅销商品 不仅如此 到了三国时期 蜀国的丞相诸葛亮 甚至把蜀锦变成了蜀国的支柱产业 公元221年 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 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的蜀国建立了 在魏蜀吾三个国家中 蜀国是最弱小的 无论是国土面积 人口数量 还是经济发达程度 都比不上魏国和吾国 增强国力成了蜀国的当务之急 丞相诸葛亮颁布了各种政策 发展农业 鼓励耕种 增加粮食储备 可是 魏国和吾国也在争相发展国力 大家都在开垦农田种粮食 相比之下 蜀国还是没有优势 于是 诸葛亮把眼光落在了蜀锦身上 他打算靠蜀锦来增强蜀国的国力 但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时的统治阶级都有一种上本一末的思想 对于手工业和商业有着先天的歧视 认为这些要耗费粮食 这些要耗费粮食占用大量的劳动力 对国力的增强没有实质作用 阻止多谋的诸葛亮没有陷入流俗 他敏锐地发现了蜀锦所蕴含的巨大经济价值 坚信蜀锦的对外贸易 将成为蜀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渐兴初年 诸葛亮在《严锦教义文》中说 今民贫国须 决敌之资 为阳锦耳 意思是说 国库空虚 打仗的钱全靠蜀锦了 在他的鼓励之下 蜀国开始允许官办 商办和个体家庭手工业等 不同的经济体从事蜀锦生产 诸葛亮甚至亲自动手 在自己府邸的周围 种了八百株桑树 作为示范 号召大家种桑养残 为蜀锦生产提供原料 除此之外 他还在成都设置了专门的锦官 对织锦行业实行规范化的管理 从此成都有了一个别名 叫做锦官城 相传 锦官城里最重要的商业区 被称为锦里 而锦里旁边这条穿城而过的河流 则因为当年的职工们 在这里着喜之好的蜀锦 而被称为锦江 蜀锦的生产和贸易 大大增强了蜀国的实力 也为诸葛亮后来的各种重大军事行动 提供了充分的经济保障 而蜀锦制造业 也随着诸葛亮 大力发展蜀锦的政策 在蜀国蓬勃发展起来 三国之后 成都就是全中国 乃至全世界的最大的直颈中心 源源不断的巴蜀石筹 四川石筹 成都蜀锦就远潇 北方南方海上 那么这样一下子变成 全国全世界的直颈中心 这位后来的唐北宋时期 成都作为世界的文明侠儿的直颈之都 创造了基主 其实早在诸葛亮治理蜀国之前 蜀锦制造在四川就非常发达 老关山汉墓出土的织基 属于西汉时期 要比诸葛亮鼓励蜀锦生产 早了至少三百年 不但如此 墓中一下出土了多台织基 这说明墓主人生前 很可能拥有一个非常大的 蜀锦制造产业 随着历史的发展 蜀锦和中国的其他私织品一起 还被广泛传播到了海外 慢慢地 西亚地区的各国 也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纺织产业 一些具有异域风格的图案和花纹 也被应用到了中国的纺织品上 在成都博物馆内有一件很特别的藏品 它的名字叫做团科对寿纹加连珠对鸟纹半壁 这是一件唐代的丝制短外套 在唐代这是很流行的服装样式 有趣的是 这件衣服是由两种不同的面料组合成的 色彩较为暗淡的这一部分 是羚羊公样之锦 这是唐代鼠锦的典型样式 而色彩明亮的这一半 却是具有西域风格的素特锦 又叫波斯锦 这种锦的颜色艳丽 不易褪色 是唐代西域少数民族 以及达官贵人的最爱 这件半壁外套中西合笔 一半熟锦 一半素特锦 两种不同风格的织物 被巧妙地用在了同一件服饰上 既是服装师的奇思妙想 也体现了中西方文化和经济的交流 2013年 老关山汉墓出土的织基模型 与其他文物一起 被列入当年的中国十大陶古发现之一 锦关城内奇趣无穷 鸡柱生生 织出片片华美的赎锦 也织出了灿烂的华夏文明 一株看似平常的山野小花 却被中国历史上两朝皇帝御赐花明 成为皇家御苑中的奇花异草 千年时光仍然 命运多舛的穷穷小花 经历了怎样的世事沧桑 国宝档案 为您讲述来自四川的太平花 穿越大半个中国的传奇旅程